近日,一对妇女驾车强行驶过漫水桥从而导致被困 下方官兵紧急展开救援 视频中,小轿车被困在桥蹲上的激流当中 河流已经沁过车轮 一对妇女站在河水中间,实在是进退两难 据了解,遇险的一对妇女因为小超进路 不过安全指示和当地居民的提醒 驶入了被河流淹没的桥梁 由于河流过急,导致车轮吸火被困于河流中 随后,消防人员顶着激流利用绳子来帮了两位被困者身边 并给他们穿上了救生衣 随后,两名被困者成功回到岸边,脱离前进